各位朋友大家好,6月14號,北京時間的6月14號 人民日報發布了一則簡短的消息 但是引起了非常大的震動,非常大的反響 這一則消息他是這麼說的,他說 在北京時間6月13號,習近平簽署命令 發布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 然後後面有一個括號,試行 這一步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綱要試行 實際上是一部法律,是一部中共頒布的 關於動用軍隊力量的法律 大家知道軍隊是國際之重器 是中共維繫政權的最後的力量 最大的那股力量動用軍隊的法律 那當然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人民日報介紹說6月15號,也就是今天 北京時間的今天,正式開始實施這一部法律 這一部法律的詳盡的內容到現在還沒有公佈出來 人民日報只是簡短的介紹了一下 這部法律它的這個終止或者說它實施的目的 它是這麼說的 左眼有效防範、化解風險挑戰、應對處置突發事件 保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 這是第一部分,看起來這一部分主要是針對在國內 動用軍隊的力量的一些規定 第二部分它說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 這是關於對外用兵的這個目的 那麼第三部分就是創新軍事力量運用方式 規範軍隊非戰爭軍事行動的組織實施 這就是說軍隊在執行這些任務的時候 它所應當遵循的一些方法或者說規則 雖然我們現在都還不知道這部法規的具體的內容 但是從這個法規的名稱 大家就可以自然的聯想到俄烏戰爭 這本來是一場戰爭,但是普京這個戰爭的發動者 不把它叫做戰爭,叫做特殊軍事行動 這部法律叫做軍隊非戰爭特軍事行動的綱要 所以從這個題目一看就是在抄普京的作業 這自然的也讓大家聯想到 是不是他在後續手段方面也會抄普京的作業 是不是普京發動了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他也要發動對外的侵略戰爭呢? 我看到很多的媒體很多的評論者 都是持這種觀點,認為這是習近平在發動戰爭之前 要為自己尋找國內法的依據,尋找法律依據 這個觀點我也是贊成的 我認為在這個時候習近平是有非常大的可能 要動用武力,至少是他想要動用武力 想在情勢危機的時候,在他需要的時候 能夠按照他個人的意志來調動軍隊 所以才有這樣一部法律,現在關鍵的問題是 他到底想打誰?想對哪一個地方 哪一些人發動戰爭?現在大家猜測最多的 最多人認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他要打台灣 過去這段時間他確實是這一兩年以來 他確實是對台灣的軍事騷擾的力度 是不斷地在加強,經常中共的軍機越過台灣海峽的中線 還有不斷地幾乎是每天不間斷地在騷擾台灣 這個西南部的航空識別區對台灣施加很大的軍事壓力 不僅僅是評論家擔心中共會在近期對台動武 甚至是美國也是非常的擔心 所以前幾天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汀和中共國防部長 魏鳳和在新加坡舉行會談 美國的主要的目的也就是在警告中共 不要對台動武,這樣對台動武的話 對大家都沒有好處,中共一定是吃不了兜著走 可能美國早就知道了,習近平在制定這麼一部法律 而制定這部法律的這個目的 美國人認為就是在為武力犯台做準備 所以才有了這樣的談判 確實中共想武力犯台,這是他們一直以來的心願 尤其是習近平他想把統一台灣作為他的最高的目標之一 最大的政治目標,一旦他完成了這個任務了 那他就是跟毛澤東可以筆尖的中共的領導人了 就可以把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這些人遠遠地甩在後面 他就有了終身執政、建立習家王朝的政治基礎了 但是我認為他現在近期動手的可能性 應當是非常非常的小 因為現在在近期對台灣動武實在是太愚蠢了 大家都看見了俄烏戰爭的形勢了 俄國對烏克蘭那是有絕對的軍事優勢的 而且也有地理上的優勢 俄國對烏克蘭是三面包圍 海陸空全面的包圍可以對烏克蘭按照他以前的設想 是對烏克蘭可以進行全面的碾壓性的進攻 在幾天之內就會拿下烏克蘭的結果 他現在的這個狀況讓全世界都感覺得很吃驚 因烏克蘭人英勇的抵抗全世界西方國家 這些民主國家全力的去援助 現在烏克蘭是越戰越勇 到現在俄羅斯還沒有能夠占領烏東頓巴斯地區 在北部軍事行動是完全的失敗了 俄羅斯既然有這樣的天時地利的條件 他又是全世界的所謂的第二大軍事強國 烏克蘭是在八年之前軍隊幾乎是已經全部被解散了 這是最近八年才重建了一點軍隊,他都不能夠打贏 那更何況台灣的軍隊比武力、比烏克蘭強的太多了 訓練比烏克蘭好得太多了 他的武器也比烏克蘭先進的太多了 再加上台灣還有海峽天險,中共要想攻打台灣 那比俄羅斯攻打烏克蘭要難上一百倍 更何況中共的軍力可能跟俄羅斯還沒有辦法相比 他的空軍,至少是空軍,跟俄羅斯沒有辦法相比 那麼既然俄羅斯的空軍在烏克蘭都不能夠占有空優的話 那麼中共的空軍怎麼可能在台灣海峽上面占有空優呢? 台灣的空軍比烏克蘭那是要先進很多 有很多的先進的空軍的軍機,還有很多的飛彈 所以中共攻打台灣,那最後的結果肯定是慘敗 這個狀況中共的那些官兵當然是知道的 尤其是那些將校軍官,他們有更多的軍事上的知識 也有更多的從這次俄烏戰爭上面得到的這些信息 他們當然知道這一仗打不贏 而且他們還有極大的風險被斬首 就像俄國的大批的軍官在戰場上 在烏克蘭戰場上被斬首一樣 而且中共的那些軍艦,那些海空軍的那些官兵 可能很大一部分都要葬身台灣海峽 對這種局面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那麼清楚了之後,如果習近平質疑的還要去武力犯台 就會發生什麼情況呢?對於那些軍人來說 唯一的合理合情的反應,那就是掉轉槍口不打台灣了 一旦拿到了武器,咱們就去打北京,就去打習近平 這是唯一合理的行為方式 所以這一場仗,如果是習近平要打的話 不僅僅是打不贏,而且他還會把自己的政權給輸掉 把自己的老命給輸掉 所以有一個正常智利的人應當不會打這種仗 他打這一仗,打台灣海峽,那比普京打烏克蘭 那還要愚蠢,普京現在已經是焦頭爛額了 習近平如果是犯同樣的錯誤的話 那麼他的結局要比普京悲慘的多 而且結局還會來的快的多 大家都知道習近平不是一個聰明人 而且獨裁使人更加的愚昧 但是我不相信習近平能夠愚昧到這種程度 連這麼顯而易見的結果他都看不見 所以說我認為他在近期攻打台灣的可能性非常非常知曉 那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不打台灣本島 只打台灣的外島,像金門、馬祖這些島嶼 因為這些島嶼離大陸非常的近,離台灣反而是比較遠 打金門、馬祖在軍事上面不算是非常的冒險 這個中共贏的可能性非常大 馬祖我沒有去過,我聽說那是一個建得非常完善的 一個軍事上的堡壘 但是畢竟是一個彈丸之地,非常小的一個島嶼 它沒有什麼戰略眾生可以保護它的 所以中共把它拿下來我一點都不奇怪 在金門我是去過的 那個和中國的廈門是隔海相望 最近的地方只有一點幾公里,非常的近 中共以前在49年、50年的時候打過金門 沒有打下去,因為那個時候 中共它連一艘像樣的軍艦都沒有 只有木船打不過去,可以理解 但是現在中共在軍艦方面、在火炮方面 它都還是有非常大的進展 所以現在去打金門,我覺得應當是沒有懸念 而且金門當地、本地的很多的居民 他們都是鐵桿的、藍營的支持者 國民黨的支持者,是非常親共的 如果中共號召他們起來背叛台灣 背叛中華民國加入中共 他們可能也是非常樂意的 所以金門是容易打下來的 在軍事上面不冒險 但是在政治上面,他們實際上是冒著非常大的風險的 因為你一旦拿下了金門或者是馬祖 或者這兩個地方一起拿下來之後 那麼台灣自然的就會修改憲法 自然的就會正式的宣布獨立,改國號為台灣共和國 那麼這麼一做,這個兩岸就對立了 那麼習近平就必須的,他就必須的把台灣拿下來 即使是暫時拿不下來的話,今後你也一定要拿下來 拿不下來的話就沒有辦法交代呀 這等於是祖國就正式的在你的手上分裂了 你怎麼向中共黨政官員去交代 怎麼向中共的軍隊去交代呢? 所以說這個也給習近平會製造一些繼續連任的障礙 可能暫時的他可以以這個藉口來對國內搞軍管、搞戒嚴 但是今後這筆帳還是要還的,這是其中的一個風險 那麼另外還有風險就是必然會引起國際的圍堵 這對他也是非常不利的,因為國際社會對他的圍堵 那必然的會造成中共經濟的徹底的崩潰 也會造成中共科技上的大倒退,倒退個二、三十年 那也不足為奇,所以習近平攻打台灣外島 這種行為是利弊參半,所以我認為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那麼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他可能是想在南海地區 將來跟美軍發生一些衝突,打一打美軍的這個企業 來在國內建立他的威望 我覺得這種可能性也是非常非常小,幾乎是等於零 因為在南海建的那些島礁上面 在那個附近要跟美軍來對決的話 或者是跟美軍來發生摩擦的話 他們吃虧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搞得不好 整個南海的那些島礁可能都會被美國摧毀 或者是被美國佔領,這個失敗的可能性幾乎是百分之百 就是看美國願意下狠手、狠心到什麼樣的程度了 這種可能性很小 那麼最大的一個可能性,對外用兵的最大可能性 我認為是去打印度 因為印度跟中國一直有領土的衝突 所以說習近平能找得到藉口去打印度 而且印度他的軍事力量確實不是很強 雖然他的軍隊數量很多,這個規模很龐大 但是戰鬥力肯定是不行,至少是比台灣要差遠了 大家看一看印度那些人,那些軍隊的那些作派就知道 印度本來他們的制度是學的英國的幾乎 是照搬了英國過去的殖民體系,他們留下的那一套制度 那一套制度在很多地方,像過去在香港、在新加坡 還有在過去英國很多殖民地,澳大利亞、新西蘭 這些地方都非常的成功 這一套制度可以說是全世界最好的管理國家的 發展這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的這種制度 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法律制度,都是世界上第一流的制度 但是在印度它就是創造了一個奇蹟 這個印度搞了這麼多年,在這套制度下 搞了這麼多年,貪污腐敗的現象還是很嚴重 經濟還是很落後,人民的文化水準也是很落後 跟世界上其他的前英國殖民地相比,那就差得太遠了 也就是說明印度這個國家的老百姓,他們國家的這些官員 可能很多普遍的都是不求上進,做事情是馬馬虎虎的 那麼軍隊如果也是這種懶懶散散、馬馬虎虎的 這一批人組成的,那麼他們的戰鬥力必然的不強 所以說印度第一次62年的時候跟中共打仗,那是輸得很慘 那麼這一次印度可能不至於輸得那麼慘 但是也有可能是被打敗的,至少是在習近平看起來 在中共的那些軍隊的人士看起來 他們贏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雖然印度佔有地利的優勢 離他的本土比較近,軍隊的供給可能是比較方便一點 但是中共如果是發起突然的襲擊的話 那麼他們就會有天時的優勢,他們可能能夠在印度 占到一些便宜 那麼一旦占到一些便宜了 那麼習近平他在軍隊裡面的聲望就會極速的上升 習近平過去是沒有任何軍工的 他不能夠想帶領這個軍隊,想贏得軍隊的支持的話 不能夠全靠吹牛,多少還是要拿一些實質的成績出來的 如果是他把印度打敗了,那他就有了這樣的成績了 所以我認為習近平去打印度可能性非常之高 如果是要對外用兵的話 那麼印度極有可能就是他用兵的方向 但是我認為他頒布這部法律主要還是為他今後 對內用兵要提供法律上的依據 為什麼這麼說呢?大家看一看人民日報 對於這則消息的,他的這個行文 人民日報的這個行文一般來講都是非常非常的講究的 他們不是說一個記者或者是一個編輯隨便寫一則消息的 每一個字每一句話他都是經過仔細的斟酌的 都是有它的意味在裡面的,雖然讀起來很枯燥 但是在中共的話語體系裡面,它都是代表了特定的意思的 關於這個法律的宗旨,它是這麼說的 它是說要應對處置突發事件,保護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那什麼是需要動用軍隊去處置的這個突發事件呢? 那指的就是政變嘛,比如說2012年周永康 當時的這個政法委的書記,當時的這個政法沙皇 他就是調動了他手下的武警部隊到中南海去想搞政變 結果後來是胡錦濤調動了38軍 調動了住在河北保定的這個軍隊 迅速的進京,才把周永康的這個政變給撲滅了 這就是典型的突發事件 後來中共在他們的這個文件裡面 在他們的這個喉舌媒體裡面提到這件事情 也是用的突發事件來說的 這就是突發事件,就是指的這個政變 那後來習近平上台了之後 他從這個周永康事件裡面是吸取了一些教訓 他就把這個武警的指揮權收歸到中央軍委 他又是中央軍委的主席,就不讓這個政法委 不讓國務院這個系統和地方政府插手武警的指揮的事宜 現在武警他覺得是比較放心了 但是還有一支大的隊伍他不放心的 就是中共的刀把子警察隊伍他最不放心了 這支隊伍實際上在太平時期 他們是武力最強的一支隊伍,軍隊和武警 雖然他們有很多的比較大型的武器 但是平時他們都是不帶武器的 即使是有武器也是沒有彈藥的 只有警察任何時候身上都有武器 任何時候武器裡面都有彈藥 因為他們要執行任務,他們的任務是時時刻刻在執行的 那麼這個刀把子是讓習近平最不放心的 所以過去在18年初的時候 他準備去搞掃黑除惡 後來是因為貿易戰其他的原因沒有搞長 沒有持續下去 後來他又搞成了所謂的刀刃向淚 就是要在公安隊伍裡面要搞清洗 他也確實是清洗了一大批人 最高層的像傅政華、孫力軍、孟宏偉都被清洗了 那麼中下層的清洗的就更多了 但是他到現在還是兩眼一抹黑 還是心裡面沒有底 不知道這個隊伍裡面還有多少人想反對他 多少人想搞政變、多少人想刺殺他 所以對這個龐大的警察隊伍 他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所以他就需要動用軍隊來對付這一支隊伍 那麼動用軍隊,迅速的動用軍隊他就需要 他認為他就需要有一個法律上的依據 所以這一部法律出台就是想 就是為習近平將來調動軍隊去鎮壓警察 提供一個法律依據 人民日報發布的這則簡短的消息裡面 還提到了另外的這部法規的一個目的 就是所謂的要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了解中共的人一聽就知道,雖然說的好聽 實際上這就是鎮壓人民抗議的一個代名詞 可是中共當大規模的人民起來抗議的時候 他通常就會製造一些暴力事件 有時候這個群眾隊伍裡面可能會 自然會混進一些地痞流氓,搞打砸牆 這就是中共所說的損害了 危害了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 所以中共要去鎮壓這些人 那麼如果是這個抗議的隊伍非常的純潔 裡面真正的都是非常遵守法律的這些良民 那麼怎麼辦呢?中共也有辦法 他們就會自己派出一批人 他們的臥底去故意的製造一些暴動的行為 製造一些暴力行為 然後去用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的這個理由去進行鎮壓 所以過去從六四後來一直到後來的歷次的 這些大型的群體抗議事件 中共都是用這種藉口來進行鎮壓的 只不過是過去他們是動用武警和警察來鎮壓 現在習近平想提高一個級別 一旦出現大型的群體事件的時候 他直接去動用軍隊去鎮壓 所以這一點是大家最值得關注的、最應當關注的 就是習近平將來可能會迅速的調動軍隊 來鎮壓大規模的群眾運動 習近平是過去這些年從他的執政可以看得出來 是處處的都想學習毛澤東,他想當毛澤東第二 但是他跟毛澤東他的統治風格有非常大的一個不同 毛澤東他是非常的不講法律 不顧規矩的這麼一個人 他想廢除一切的法律和規矩 按他自己的話說叫做和尚打閃,無法無天 這是他跟美國記者施諾,也是他的老朋友 也是他的恩人,是他跟他描述的他自己的這種心態 但是習近平不一樣,習近平上台之後就多次的強調 一定要依法治國 剛開始的時候大家有一點誤解 認為他是要學習民主國家的法治程序 實際上是搞錯了他所謂的依法治國 不是依照法定的程序,依照法律的規範來治國 而是按照法家的統治守法來治國 他的這個法不是像民主國家,像這些法治國家一樣 是由大多數人抑制的產物,同時又保護少部分人的權利 不是的,他不是真正的法律 他是皇帝的意志,是獨裁者統治者的意志的體現 他是用來鎮壓的,是用來控制人民的這樣一種工具 他認為只要把自己的意志變成了法律了 那麼其他的人就會去遵守 這樣就給他一定程度的這個安全感 但是這種安全感這是虛幻的,因為軍隊不見得遵守法律的 你派他去鎮壓這個政變,他可能會投靠到政變的一方 你派他去鎮壓老百姓,他可能就會調轉槍口 來反叛你,來鎮壓你,來反過來把你給抓起來 因為在專制國家有一個最大的特色就是人質 人質的一個特點就是他們只服從人而不服從法律 如果這個人他是有很高的威望的 已經贏得了他們的尊重了,贏得了他們的愛戴了 無論你這個是怎麼贏的,是靠武力來贏的 還是靠欺騙的伎倆,還是靠暴力的手段 只要你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了,那麼你說什麼話 即使是違法的,他們也會去按照你的命令去辦事 但是如果是你這個人他們是瞧不起的 或者是跟他們的利益是有衝突的 他們就不會聽你的,哪怕你定一千條一萬條法律 他們也不會按照這個法律去辦事 這就是專制國家和法治國家的區別啊 所以說你在一個專制國家搞這麼多法律,有什麼用呢? 不是多此一舉嗎?不是話舌添足嗎? 這麼多的法律都沒有用 當政變、民變爆發的時候 你派軍隊去鎮壓他們,那麼只會就造成兵變 所以到時候就是政變、兵變、民變一起爆發 所以這部法律的出台既顯示了習近平 他要動用軍隊去用最大的暴力 來平息反對他的這些力量的這種決心 同時也暴露了他現在深重的危機感 在這種危機感之下他需要一些心理上的安慰 這部法律就是他給自己炮製出來的一副安慰劑 關於這部法律還有兩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值得大家注意,就是這部法律現在已經生效了 但是法律的內容還沒有公佈,還是保密的 我不知道他在軍隊裡面公佈了沒有 如果在軍隊裡面公佈了,那麼實際上他也就沒辦法保密了 現在軍隊,中共的武裝部隊、國防軍有200萬 還有武警部隊150萬,如果是對這些人 350多萬人公佈了,那麼也就等於是對全民公佈了 因為那350萬人沒有可能能夠保密的 保密的範圍這麼大的話 那麼他是根本沒辦法保密的 很快全世界就知道了 那麼如果是他對軍隊也保密的話 對武警也保密的話,那麼你這個法律頒布出來 還是要大家遵守的,如果是大家都不知道 那怎麼遵守呢?所以說那也就等於白頒布了 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這部法律正式實施的日期是6月15號 6月15號是什麼日子呢?是習近平本人的生日 看起來這就是他給自己送的一份生日的大禮 在這裡我們都來祝賀他,祝願他今年生日快樂 因為今年的生日極有可能就是他最後的一個生日 即使不是最後的一個生日,明年也極有可能 他是要到清晨監獄或者是哪一個流亡的地方去過生日了 所以祝他生日快樂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感謝各位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再見